十年前,某财团勘探资源时,在海底意外发现一个大洞,进去一看,竟有一具巨大尸体。 这尸体大约有十万年历史,由于低温冷冻,完毫无损。 科研人员分析消化器官,发现它会捕猎人类,是一头石人巨兽。 近几年,财团又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怪洞,里面大概率有活的巨兽,人类沦为猎物的时代开始了。 嗨,大家好,我是科幻迷不满,这期继续为大家介绍大怪兽加美拉重生的第二集。 前两天,一种喷吐射线的飞龙突然袭击成事,人类正束手无策呢,又出现一头形如乌龟的巨兽,它暴杀飞龙之后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男主博科是普通小学生,他和伙伴们意外卷入这场巨兽之斗,正惊魂未定呢,财团的直升机突然降临,把他们带走。 这是干嘛呢?工作人员解释说,那头龟形巨兽来路不明,也不知为什么和飞龙争斗,正好打架时孩子灭在。 有一种可能,这两头巨兽都把小孩当猎物,是为抢食翻脸的。 财团对钱不感兴趣,只有两大目标,一,研究怪兽,二,保护孩子,所以呢,才把孩子们找过来。 正好那头龟形巨兽还没有名字,财团就听取孩子们的意见,给他起名叫加美拉。 临别时,财团给美人发了一台高科技通讯器,万一怪兽再历杀他们,财团就能第一时间过来保护。 孩子们哪遇过这种事儿,真以为自己要拯救世界兴奋坏了。 孩子里有个美国豹爱老是美式霸凌,本来挺讨人厌的,但在如今的氛围下,他也成了大家的好队友。 这个美国豹爱可不一般,他爸爸是驻日美军的将军,专门负责打怪兽。 今早,美国豹爱偷听爸爸电话,得知财团又有一座实验室发生了意外。 那里正分析一批怪兽蛋,没想到突然孵化出小怪兽杀光研究者。 有两个人增援过来,只见满地鲜血,一具尸体都没收,小怪兽也不见了。 下水道倒是破了个大口,是从那儿跑了? 他俩正看着呢,全被尖锐的瘦尾扎死。 小怪兽已经把下水道当家,每当猎杀到食物就拖进去残食。 美国将军很恼火,一边疏散日本民众,一边组织美军围攻下水道。 由于下水系统很复杂,需要一段准备时间。 美国豹爱偷听完这些,热血搜一下上头了。 他从没见过老爹这么上火,想拍优解难。 于是他召集其他小伙伴,进水道杀怪兽。 孩子们都傻眼了,我们打怪兽不合适吧? 美国豹爱说,放心啦,我爹说这些怪兽只有小狗大小,我听得一清二楚。 小狗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 孩子们有说有笑,娇又一样深入下水道,最后钻进一个大洞。 这里比球场还大,可不像小狗挖的洞,倒像是恐龙挖的。 洞里灯光暗淡,隐约可见前边有个大洞性。 美国豹爱非要去看,其他人都觉得他失了智,大吵一架。 争吵间天摇地动,洞顶落下尘土,巨物也沉重如洞,睁开双眼。 原来这是一种蜥蜴状的巨兽,名叫加卡,之前在睡觉呢。 孩子们想跑,却进一步激怒加卡,还好军队来的正是时候,吸引走加卡注意力。 孩子们趁机跑路,回头看时,加卡已经暴怒,拔地而出,身高有60米。 附近的战车一起开炮,但只能起激怒效果。 军队边打边退,加卡用尾巴吹打大地,每轮都能击飞进了军车。 孩子们仰望着加卡的巨大体型,感觉他不可战胜。 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,将军又得到另外一个坏消息,大乌龟加美拉又现身了,他从海里出现,归海军攻击。 你可曾见过一个沉重发光,灵活,还会飞天的胖乌龟吗? 那你现在见到了,他乌尔叫缓,灵活躲过美发导弹。 海军进了,同时发射10枚导弹,加美拉无处可躲,只好单天发力,或者说归天发力。 反正他发力之后呢,导弹炸出漫天黑烟,雷达也搜索不到他,似乎是炸死了。 不过如果你们看过上一集的话,一定对加美拉的放烟跑路能力有印象,他只是借着烟摆脱海军,抽出身打折头加卡。 加美拉还没到,他的大火球先从天而降,加卡闪身躲过,这是他今天第一次露出狼狈像。 加美拉在火海中降落,他的体型远胜加卡,双手发力就把后车举过头顶,又要斩杀的意思。 不过呢,加卡有一根标志性的尾巴,长度向边,重量向锤,头部有尖锐象征。 他连刺加美拉的弱点,逼他扔下自己。 这一轮加美拉受到刺伤,加卡却只受到摔伤,赚到微弱优势。 不过人类老实打他,他很不爽,先吃几个人结结闷。 美国将军生怕日本停迷遇害,冒死攻击加卡,吸引他来攻击。 嗯,很有过记住一精神啊。 加卡露出满嘴尖牙,跋山倒树而来,眼看他的舌头就要卷走将军了, 距离却越来越远,原来呢是加美拉摘着他的尾巴,要找他算账呢。 这场战斗从头到尾都是意外,加美拉正把加卡按在地上打, 自己呢却中了一串导弹,这是美军的战机追来了。 可他们放着吃人的加卡不打,专打不吃人的加美拉,这是什么意思呢? 孩子们都看不下去了,呼吁军队转移活力, 但他们说话没分量,只好让美国豹尔去跟他爸爸说, 美国将军也挺轴,这还不听呢。 加美拉在人兽家机下渐渐挺不住, 加卡都没有想到还能这么赢,也不斩杀他,只是渐渐地用尾巴刺他。 美国将军眼看加美拉要死,终于意识到犯了低级错误,命令战机转火。 那别看这些导弹打不死怪兽,疼还是很疼的,加卡连续中弹,没法动弹。 只见加美拉在废墟中爬起,右手蓄力变成赤红。 这招好像叫碎眼掌,猪大一个,无坚不摧。 他一爪贯穿加卡身体,高举头顶,烧成焦炭。 决斗的最后,自然还是要用招牌技能,等离子火球斩杀。 加卡变成大家的老熟人,东京城飘荡着烤肉气息。 加美拉再没计较人类的导弹,喷射飞走,军队开始清理掉剩余的小怪兽。 小朋友们也建立起了信任,似乎他们只要在一起冒险,就什么都不用害怕。 那么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欢迎关注科幻fans,咱们下期再见。